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這個話題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畫面上剛剛看到這個所謂的 你的信用卡難道也需要咔嚓咔嚓斷捨離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概念 一個concept 然後來套用到我們其實生活上所擁有的物質的商品 那其實信用卡也是其中一項 就是你真的有需要辦到這麼多張的信用卡嗎 那好像我一個人在這邊講這個話 我有五百多張信用卡好像就是比較站不住腳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這麼多的物質 或者這麼多的信用卡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針對這個主題來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你覺得你身邊有好多好多信用卡 你也快受不了了 那我覺得你就很適合來聽聽這一集 就來聊聊說 你的信用卡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可以降低或者是用怎樣的標準 然後來做選卡 這對你將來在管理你自己的信用卡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往下走囉 好 來本支影片我們要探討的主題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到底什麼是斷捨離 常常聽到這樣的名字 這樣子的一個名詞 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聊聊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你身邊有多少張的信用卡 是否需要剪斷幾張呢 就是斷捨離 要斷一斷呢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議題 然後第三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生活 一個極簡的生活 那麼你是不是就只需要搭配一張極簡的信用卡就好了 那到底哪一張信用卡是適合你的 我們也會在最後的地方就是跟大家簡單探討幾個選卡的標準 也許對你來說選出一張你心目中的這個神卡 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一件事情 也希望今天這個討論的內容能夠對大家都會有一些啟發 這樣子 所以我們進入我們的主題了 第一個就是到底斷捨離的定義是什麼 你是不是常常就是在購物的時候就陷入一些就是下面的種種心結 就是看到我喜歡的東西不小心手滑就買了 那再來就是我經過了掙扎 然後最後我決定我還是買了 那第三個就是說 不管三千二十一反正我便宜就先撿起來放就好了 如果你很常在消費購物的時候遇到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我覺得你很可能就是中了這個商人這個所謂的廣告的陷阱 就是據統計我們平均早上睜開眼睛到我們晚上睡覺之前 我們眼睛會一掃而視的所有的廣告至少加起來有五千個 你可以想像說你只要就是在走在路上 你迎面而來的那些廣告或者是你在走在路上旁邊那些電視牆所播放的廣告 你停下機車在那邊看的你在滑手機你搭捷運的時候 你看到的任何的那個所謂的車廂的廣告 這些東西都會時時刻刻的影響你的消費決策 對所以這就是很恐怖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自己很常就是在消費的時候遇到一些舉期不定 或者是沒有辦法定下心來去決定說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那你很明顯的就是動了現代社會廣告跟消費主義的荼毒 對啊所以我覺得這絕對不是說我們自己一個人的問題 是所有的人都面對這樣的問題 因為現在就是一個所謂的消費主義的時代 所以我們如果都沒有自覺的去理解這個所謂的外面的廠商 或是廣告所一直投放給我們的這些東西 當他進去我們的潛意識之後他其實就會左右我們的消費 所以斷捨離這件事情對於現代人來講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那剛好我也有就是我的家人我姐姐我親姐姐 她自己本身現在也在研究一些斷捨離的東西 我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邀請她來就是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我的直播上面請她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自己的一些斷捨離的一些心得 因為大家有花錢去上課 你會覺得說哇這東西居然已經變成是一門學問了 當然是一門學問 我也可以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就是 像我家裡面可能寶可夢的東西你看沒有很多 那但是事實上我們家裡面的這個一脈相承那個基因就是說 像我爸爸他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歡囤積東西 我也不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病還怎麼樣 就是他就是有時候就喜歡亂買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放在家裡面放久了就會囤積起來 那很可能就是一個倉庫兩個倉庫這樣子然後都放了他的東西 那你要去動他的東西他會生氣喔 像之前過年的時候我們不是家裡面都要大掃除嗎 然後我就是跟我姐姐有時候就是 欸這東西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用 我們就全部把他掃掃掃到外面去 那在等那個垃圾車過來清的時候 欸有時候人家覺得可能有點價值 然後就就把他摸走了 好因為你發現外面就等於是垃圾了嘛 好那我爸爸他後來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超生氣的然後就逼我們去把外面那個 我們掃出去的東西全部都把它拿回來 那他後來就發現說欸怎麼有一些東西不見了 就是被他摸走了 好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然後我們那一年的那個年夜飯 大家就吃得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爸就不開心 好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應該是說 很多人的家庭也許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每個人的問題的嚴重性深淺不一 但是我覺得我爸爸其實這個問題還蠻嚴重 就是他有這個很喜歡囤積這個物品的一個特性 那我是還好我比較不會這麼誇張 但是呢其實從我爸爸的例子裡面 我就會發現說其實這個斷捨離這件事情 是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講其實都是會怎麼講 你這是你心裡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在台北生活 我租的一個房子就這麼大 那我有必要一直買東西一直囤一直囤嗎 那這樣的話我的生活空間不是一直被壓縮到嗎 所以我們應該要更加理解斷捨離這樣的概念 然後把它應用在我們的生活的各個層面 才能夠讓我們就是生活上你可以更加清淨 更加清楚明瞭的自己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才不會為了說廣告東西一轟炸你 你就覺得說現在是618 我就是購物節我一定要買個東西 我這樣心裡面才過得去 或者是1111單身情人節就是怎麼樣 這個單身網購節就是一定要買 這其實很多時候你都是會被商人給洗腦 就是說他就是跟你講說現在就是有便宜 你就是要買但事實上那些錢 如果你把它投資到市場上面去 也許你可以升的利息都比這還多 你就不見得一定要把它花掉 就是這個樣子 下面第一個就是說 斷捨離的定義其實就是 你只需要擁有你必要的事物的態度就好 那我其實也可以跟大家聊聊 就是說其實像我自己現在 我已經不會花太多錢在買一些 我自己覺得不需要的東西上面 其實很簡單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錢我的生活基本開下去就那些而已 那剩下的我多賺的錢我只要存下來 投到市場裡面去 他就可以照著這個 複利的法則幫我去滾出我的財富 所以我等於不是說用我自己本身辛苦賺的錢 在這個所謂的累計我的退休期 而是運用我的資本 就是已經投資到市場上面的這些錢 不管你是股票基金或者ETF 他都是用我的資本的這個所謂的模式 在做這個所謂的複利 這個跟我們一般辛苦賺錢 辛苦存一點辛苦存一點 這是有顯著上的差異 你要很大量的把你的錢放到市場上面去 然後由他為你滾出6到10%的複利 每年一直這樣子滾下去 你的錢才有可能會成長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可以實行斷捨離 我可以實行斷捨離的原因是 我的生活開銷其實就大概是這樣子 甚至銀行他有時候會給我一些刷卡金 或是紅利點數 我把這些東西拿來 兌換我自己生活上有需要的東西 其實我就不用再付出任何一毛錢 我只要靠這些禮券 紅利點數或是刷卡金 我就可以指引我生活中的所需 甚至我家人 我也可以幫他們做指引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省下更多的現金 並且把它放到市場上面去做投資 所以我們這個家族才有可能 更快的去脫離這個所謂的貧窮 這個對我們來說 是很大的一個痛苦的一個根源 所以我也很希望跟大家講這個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當你學會斷捨離之後 其實你生活中你有很多東西 你是沒有必要去花錢去買的 因為你這樣只是著了商人的道 反而你因為斷捨離 讓你的生活變得比較親近之後 你很明確的去知道 我需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只花錢購買 我需要的我必要的東西之外 剩下的錢你都可以省下來 那麼你就有更大更多的機會 把你的錢滾成一筆財富 讓你就是邁向財富自由 所以我覺得斷捨離其實跟我們自己本身 是否有可能可以達成退休 是有一個很密切相關的一個特性 就是這樣子 那斷捨離對我來說 這下面的這個poppoint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其實會讓我更加容易去判斷說 現在的我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 然後舉簡單 最近爭議性很大的這個例子 就是PS4的悠悠卡 我在Money錢雜誌上面發表的這篇文章 其實我發現有很多的粉絲 對於我講的話是非常的不以為然 因為他覺得 這就是我生活中的小確幸啊 你為什麼要連我這個東西也剝奪了 但是你知道 你這個生活中的小確幸要害你 就是可能要延後10年到20年的時間 才能退休嗎 因為有1必有2嘛 無善不成禮 所以你現在肯為了這個東西花一點小錢 將來你有一些其他更具有吸引力的東西 只要市場的廣告一打到你身上 你當然錢就掏出來啦 那這樣子的話對你來說 其實你每個月可能都要花幾百塊到幾千塊 到這些小玩意兒上面 那這些東西如果你把它存下來的話 其實你是有可能加速你的財富自由的 所以不要小看你生活中 你能夠積攢 能夠存下來的這一點小錢 其實對你來說 這真的是有存 有放到市場就真的有差 它可以慢慢的加速你的進程 以10年20年的時間來講 它的這個滾出來的福利其實是更恐怖的 好 包括就是 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我早期的時候很喜歡分享一些省錢的資訊 或者是說 現在有什麼好康 幾趴幾趴加幾趴全部康不起來 好厲害這個東西 但是你們會發現這一兩年 我可能好像慢慢的越來越不太分享 那有時候就講說 其實大家都在講 我也是跟大家提一下好了 但是我在我的貼文的最下面一定會講說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有需要的人再去用就好了 你不需要你就不要花錢去買 我都會做這些比較明確的提示的原因 就是說 事實上我介紹了這麼多的優惠活動 比如說每個月17號的加樂福的17% 再加上3%導購這個所謂的20%的這個回饋 打8折非常的吸引人 你可能再加上一些加樂福所提供的這所謂的折價券 你還可以就是再拿10%回饋 就再打7折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你真的有需要嗎 或者是說現在真的很便宜 沒有錯 但是你買的那一堆東西到你家裡面來 是不是也是需要花你每個月房租的成本 因為你繳出去的租金 就是租到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那你如果越囤越多東西 那其實你自己的生活的範圍就越來越狹小 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成本嗎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試量就好 就算它的優惠再怎麼好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買 你就不用為了就是有這個優惠 而需要去賺這個優惠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會陷入這個銀行 跟信用卡公司 他們自己在設計這所謂的消費陷阱 所以當我們往財富管理 或者是所謂的財富自由的方向走的時候 你就要更加明確的去理解說 我們不要再被這些所謂的廣告 或者是這些銀行所玩的銷售伎倆給騙了 因為你刷越多其實你消費就是越多 你消費雖然說能夠省錢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這是不必要的消費 你省下來的錢也是浪費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PS4優惠卡你真的需要買嗎 你想清楚如果你需要的話 是不是隨便一張便宜的優惠卡就可以了 甚至你不花錢辦一張信用卡 也有免費的優惠聯盟卡可以使用 那每月17號的家樂福的20%消費活動 你真的有必要參加嗎 這東西就是你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為了買而買 那你其實是存不了錢的 所以這就是斷舍禮 要帶給我們的一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些所謂的思考的方向 這也是要提供給大家參考的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最後的這個斷舍禮這部分就是說 你經歷了這些東西去掏喜去面對自我 然後去思考說 到底什麼東西真正的 對我來說是真正重要的 那麼你久而久之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東西 它就會自然而然的出現在你的生活當中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跟家人的相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週末我都會花一點時間陪我的 在台北的家人我姐姐姐夫 然後還有就是侄女 就是花一些時間吃飯聊天 然後去聊聊本週大家就是 生活上有沒有什麼一些新的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我讀書心得 我很喜歡跟我姐姐聊一些 我最近這個禮拜又讀了多少書 然後她也會跟我分享 她在書裡面看到 然後我們會彼此互相借書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所謂情感上的交流 因為我們是讓我們彼此不斷的成長 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平常如果跟你的家人相處的話 你們會互相聊一下讀書心得嗎 這可能有點難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可以值得去努力的方向 因為這個就是 就是你要有可以跟你一起討論的人 你這樣才有可能成長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現在經歷過斷舍裡的這個所謂的思考之後 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跟家人相處 然後花一點時間陪我的小侄女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是玩一下 然後跟陪他玩一下這樣子 其實他的笑的樂不可知 我甚至覺得他可能才是我的小天使 然後是來陪伴寶可夢這個所謂的孤獨老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斷舍裡 然後生活中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你不必要 就把它做捨棄 那麼也許你的生活才可以 因為這個定義而找到更完整的 就是所謂的生命的意義吧 那接下來回到我們的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是信用卡部落客 我們要來聊聊信用卡 你身邊有多少的信用卡 那你是否需要就是斷舍裡斷一斷呢 那當然在我的立場上面我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沒有說服力 因為我身邊就是有500張信用卡 那我因為我有個人的這所謂的收集的癖好 所以信用卡的部分其實我就沒有說 真的就是全部撿光光 然後只留一張兩張 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就是 我自己本身有時候上節目的時候 需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這是比較麻煩的一點 所以我就不太可能全部剪掉 但是呢我覺得一般人 一般人如果在面對這所謂的信用卡的 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到底要持有幾張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身邊是不是有三張五張信用卡 你就快受不了了 因為很難去做管理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其實就是 建議大家你一個人的話 其實你只要持有三張到五張左右的信用卡 你自己其實就很夠用了 你真的不需要辦到十幾二十張 你要成為寶可夢第二 那當然可以 前提是你當然也要有就是 像這樣子的能耐能夠管理住這麼多信用卡 這是還蠻麻煩跟複雜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還是需要有人跟你指引一些門路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看寶可夢的書 我的書裡面當然也就有介紹說 我是怎麼去管理這些信用卡 然後我自己使用的 省錢的經驗什麼的 你如果有興趣 你真的不想花錢 你就去書局買一買 你去書局翻一翻 你自己看一看 你就知道說 我到底是怎麼去管理這些信用卡 所以這本書還不錯 就是有興趣的翻一翻 喜歡再買 不喜歡看看就過了也OK 所以過來人的經驗就是 但是你真的不需要太多信用卡 你只要有三張到五張 其實就可以指引你生活中的所需了 好 這是今天的重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不只一般的所謂的現金回饋卡 或者說紅利連帳卡 甚至連你的里程卡也要進行斷設定 好為什麼 因為其實 常常在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看我們影片的朋友就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里程卡 是要繳繳年費的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個很凝重的成本 就是壓在身上 因為早期的信用卡 在台灣的話 十幾年前剛發行的花旗卡 這都是要繳年費的 然後只是說 後來競爭越來越激烈 所以很多信用卡都是免年費 然後從原本的普卡 白金卡到現在的玉璽卡 然後太金卡滿街跑 然後可能現在就是世界卡 無限卡 就是隨便辦都辦得下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當然 銀行最近的這個整個趨勢的改變 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繳繳年費 但是現在就是說 一般的信用卡都不太需要繳繳年費的 唯一的例外就是里程卡 或是頂級卡都是需要繳繳年費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要去思考說 你辦了一張里程卡 你繳了年費之後 你是否能夠把這些回饋拿回來 這是第一年你要思考的事情 甚至過了12個月之後的第二年 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非常建議 你如果持有里程卡 你就最好是一張就可以的 或者兩張就好了 你不需要很多張 因為你的成本 你的負荷會太重了 所以里程卡真的不需要辦那麼多 而且里程卡才更需要你去做斷設定 每到就是要繳繳次年年費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說 這張卡片你還值得留下來嗎 是否它的權益你都用好用滿了 如果它的權益你都沒有用到 那你為什麼又要付這筆年費呢 不論它是兩千塊 兩千四兩千五或者是八千塊 或者是兩萬塊 這麼貴的年費 你都黏黏繳的下去嗎 所以你真的就要去仔細的思考說 里程卡是否也是 我自己本身真的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們把這些規則都講得很清楚 你要不要辦 這個就是你自己去決定 我們也不要有業績壓力 我們就是講實話就好了 所以里程卡我可以玩 但是也不見得說 身為我的粉絲的你 就一定可以駕馭這樣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要年費啊 這就是貴嘛 所以你就是想清楚 需要再住坑不需要就算了 這完全都不勉強的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來檢視自己的信用卡來執行 斷捨離 最好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早期 我上節目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講說那就是一年來一次 比如說12月31號到1月1號 這兩天 你就花個時間看一下寶可夢的粉絲頁 然後問一下寶可夢 我就跟你講說哪些卡片好 哪些卡片不好 看一下就知道了 但現在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銀行 他們都是競爭實在太激烈了 所以他們都會變成說半年 我們來公告一次 他們的優惠就是 新的一年度出來就是跟你講半年 就到6月30號 所以就會變成說 6月30號到7月1號這段時間 你可能也要稍微關注一下 說不定有些卡片的權益變差了 那你就不要使用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你是大忙人 那只有年底年初這段時間有空 那你來關注一下相關的消息 來看一下我的頻道的影片 或是我寫的文章 你就知道哪些卡片應該要剪 哪些卡片應該要留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花半年 每半年到每一年的時間 就是6月到7月這個缺點 或者是12月到1月這個缺點 就是來關注一下你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兩個 很適合大家來稍微關注一下 信用卡議題的這個時間點 那其他時間其實你不看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 我就覺得沒差 因為這根本就不是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又不是要成為 像寶可夢這樣的信用卡 布洛克 所以沒差 所以最佳的 檢視自己信用卡的時期 就是6月跟12月 這兩個月份 就是你可以來檢視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持卡的狀況 這是最好的時期 好再來 最後最後我們要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極簡生活 搭配你的極簡信用卡 這到底是要怎麼去做選擇 好這邊所講的極簡生活 就是說當你能夠通曉 這所謂的斷舍禮的意義 在你的生活中體現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物欲沒那麼多了 你可能也不會花那麼多錢 在所謂的消費上面 那事實上你根本就不需要 那麼多信用卡 也許你真的就是一張就夠了 或者是兩張稍微搭配一下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卡片 你會發現這些東西不是我自己常用的 甚至有些卡片 你就是一年兩年都沒再用了 那你其實就可以把你的剪刀拿起來 就把它剪掉了 好不好 所以其實很簡單就是卡片辦下來 合則用不合則去 那你發現你真的有一年以上的時間 都沒有再使用了 那你就把它剪掉吧 就其實也沒有差 因為它根本不會影響到你現在的生活 所以你反而是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挑選你最常使用的一張主力卡 來使用就好 這就是所謂的極簡生活 跟這個所謂的極簡的信用卡 其實每個人應該一年 只要挑到一張最適合你的主力卡 就用那一張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規則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寶可夢身為信用卡部落客 但是卻介紹這麼多信用卡 那到底是為了什麼 除了為了就是賺人券的獎金之外 還有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我會盡我所能的去挖掘出信用卡的優點 來跟你分享 那你如果有被打動 你可能就會辦卡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一個所謂的化學效應跟反應 就是我們互動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會覺得這個卡片不錯 就去辦 比如說這個接口支付聯名卡 當初有這個隨機反線的部分 大家就很適合把它拿來解任務 比如說繳水電費的時候 就來看看自己的反線多少 但是這是首年的活動 後來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有趣味的信用卡 當初我們在第三屆的信用卡 觀眾票選也有讓大家選出 你認為你心目中最有樂趣的信用卡是哪一張 那就是不負眾望 接口支付聯名卡 就是大家選擇最好玩的一張信用卡 那當然因為這個 畢竟接口支付他們也不可能一直持續 給到這麼高的回饋 所以那後來當然是把這個所謂的中獎機率降低 所以每一次我玩就是只有1%2% 我就覺得很不好玩了 我後來就是真的都沒有在刷他的卡片 所以像接口支付聯名卡這種就是所謂的有趣味的信用卡 在我的電影裡面 他就比較不可能成為我的主力卡 我們就實話實說 比如說像Banky好了 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之前寶可夢跟Banky合作的很深入 所以我可能都會盡量講他們的好話 但是現在的話 其實我們的合作各個段落 我也可以跟大家講實話 好嗎 就是說Banky這個卡片他當然很好玩 就是說你如果有存多少錢 或者是有找多少人來 就是跟在你這一團 那你就可以拿到等級3或等級4你的刷卡 就可以換到一些很好的 比如說高額的很高比例的回饋金 比如說10元就可以換100元的刷卡金 或是50元換500元刷卡金 這個就是每個月你可以拿到的生活中的小吃虧線 但是呢 你如果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 你真的有必要把你的主力都用在這張信用卡上面嗎 因為畢竟他能夠兌換的這些獎品品 像每個月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其實真的不多 那你如果刷很多的話 你最後你那些金戰點還是有可能會失效的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去想清楚說 那我累積了這個東西 我玩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遊戲 到底是不是真的適合我 所以你就要想清楚之後這個產品是否真的適合你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遊戲規則是有趣味是好玩的 你也願意接受 那麼你去使用它的產品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你還是要回歸你的初心 就是說你心目中你想要使用的主力卡 是要簡單的還是要複雜的 是要有趣味的還是真實的回饋 這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邊提出來跟大家參考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我提示大家三個要點 就是當你的主力卡 你到底需要有哪些特性 這也是我自己在挑選信用卡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這所謂的挑選的方針 第一個就是它是否可以讓你無腦刷 像我現在說起來還蠻有趣的 就是現在這張卡片反而有點類似是所謂的 我的無腦的主力卡 大家都知道這是MCO卡 就是這陣子剛好很常分享的 就是寶可夢的金屬卡 那我今天去成品買書 剛好用這張卡片也刷的過 其實說真的就是一般的信用卡的這個指定通路 應該消費通路應該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像這張卡片它我已經把我的海外高額回饋的刷卡金的 這個所謂的信用卡都刷進去了 所以比如說我用玉山的話就是紅利13倍 然後再加上這個給2%的現金回饋 就是紅利13倍再加上2%的現金回饋 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combo再combo 所以它就可以幾乎是我的無腦主力卡 這是最近最新的一個一張信用卡跟大家分享 就是蠻有趣的 但是因為它是虛擬貨幣結合的信用千賬卡 所以它的風險非常的高 我就不建議你跟它 因為風險自負好嗎 這個東西連我自己都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我放進去的錢有可能最後寫本無歸都拿不回來 但我願意試試看就是我不要放太多錢 我只是少量的錢在試玩那OK 但是如果你覺得連這個所謂的六七千塊 你都覺得損失你會心痛的人 那你就不要玩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誠心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不是什麼東西都推 然後你就什麼都一定要跟團 而是去判斷你自己本身的這個消費屬性 是否能夠承受這所謂的風險性 風險高的東西我們就不推 那我們就純分享 那你自己就看看過就好 這我們都完全不勉強的 對 所以這就是說大家在挑選自己的主力卡的話 是不是夠無腦 像這個回饋我就覺得很無腦 回饋高也是無腦刷 它沒有天花板上線 你放多少錢進去裡面就可以刷 其實很多的信用卡都有這樣子的 這個所謂的特性 比如說 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或者是聯邦奈典卡 月三派錢包信用卡都有這樣子的優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第三點 活動期限要夠長的 這其實可遇不可求 因為現在就是銀行競爭太激烈 所以他們很多的信用卡優惠都是只給半年 我剛剛有講到 所以你其實很難去找到一個恒長久遠 就是一次就給一年的 這都很少 因為現在都是半年就給你一換半年一換 它半年之後就有時間可以再來重新檢視一下自己的回饋 是否給太低或給太高 要不要縮減之類的 所以他們其實都為自己未來在做鋪路 所以我們大家其實也就是說穿了 你真的不需要有這所謂的向心力 像玉莎歐尼卡 他萬一要是說變就變怎麼辦 那你還要保留嗎 我覺得就是先想好你自己接下來要怎麼做 時間到了該撤就撤 就是既然銀行對我們這麼無情 我們也不用對他那麼有益 所以真的就是這樣子 反正我們是消費者 我們永遠有選擇的權利 所以如果他的東西不好 我們就選擇轉身離開就好了 我們也不要做犯法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做一個正確的選擇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這個主題我覺得 蠻有意義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斷舍底的概念 然後應用到我的生活上 跟應用到信用卡上面 大家到底有什麼方式可以做一個信用卡的選擇 其實是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思考的 在你就是這支影片看完之後 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去想一想 我到底想要的是怎樣的生活 我到底想要的是怎樣的信用卡 我有辦法過我想要的生活嗎 我希望你在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你有這些想法可以併發出來 也許你隔天早上起床之後 你就會有不一樣的行為產生 也許你就覺得說 我身上有了40張信用卡 根本都是屁 我留一張就好 其他全部剪光光 那你的生活也許就會更清淨 更加的順應自然 也許你就可以過得更開心 過得更快樂的生活 就是希望今天這支影片 能夠帶來大家的一些思考 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支影片 對你來說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就是訂閱寶可夢頻道 下面按一下訂閱 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這樣子有最新的一些理財 或是信用卡相關的評論 每天晚上10點都會送到你家門口 那你如果沒有收到通知的話 沒關係就是晚上10點的時候 來我的頻道看一下 就知道了好不好 喜歡的話歡迎你按讚留言 分享出去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跟你一起學習成長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